特别鲜不止鲜 暖暖的味道暖心暖胃 燃爆您的味蕾 西湖大叔夏天 我又前来报道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丽的海边城市 渭海乳山的崔坤 来自乳山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们今天的美食是海边的宝贝 对 没错 今天我把我们乳山生蚝带给大家 这个乳山生蚝 生汁肯定是味鲜味美 最原本的那个味道 没错 对 形成蒜蓉烤生蚝 那是夏夜里街边美食的一道 亮丽风景 今天夏大厨您有什么新鲜的做法吗 那必须得新鲜 这么好的地方 因为我对渭海乳山 有着非常深的情怀 我在那生活过了十个月 我知道那边风景如画 而且水质极好 既然在暖暖的味道跟大家就得分享一个 既能吃到肥美滑嫩的圆枝蚝 还要带有挑战性的口感 脆皮 您是要给它炸了 答对了 黄金脆皮生蚝 今天咱们就做它了 外皮金黄酥脆 内里软糯 咬一口就爆肌 真是一路豪门 身似海 但是呢 这个炸生蚝有99%的人 这一步都做错了 如果您想提前获知 到底该怎么正确处理生蚝的话呢 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输入生蚝两字 即可提前获知 今天啊 咱俩是你帮我开蚝 我来把咱们这个 来自威海乳山的美丽蚝 咱们做的它好美好美怎么样 太好了 您负责开蚝 您负责做蚝 我负责吃蚝 既然说是与中不同的生蚝感受 那我们今天整个的 这个黄金脆皮生蚝 它从一开始 必须要有与中不同的鲜 来 孙兄 那你现在帮我们开个生蚝 我现在看看 这个时间段的这个生蚝 到底什么品质 但是有一个小要求 你把这蚝壳壳里边 原始的那个蚝汁 爆放小碗里边 那这边呢 我们也做一些的体验准备 脆皮生蚝 其实已经在很多的高端餐厅 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名菜 但是在这里边呢 的确是像刚才易琳说的 有误区 有误区 有误区在哪呢 就是很多朋友说 我炸出来的这个脆皮生蚝 虽然说刚出锅的时候 还真是金黄酥碎没有问题 里边蚝汁满满没有问题 你的火候和你的方法都还对了 但是这里边的这个脆皮粉浆 有一样东西 你是必须不能放的 必须不能放 但是99%的人可都放 今天真的是揭秘独家秘方了 咱们成不能放面粉 面粉是得有 但是这里边咱们往下说 密集马上揭晓 这是我提前调好的这个脆皮粉浆 一般呢我们在家里边 也就是面粉 泡打粉 那在开这个脆皮粉浆的时候 就有大血管了 说到吃生蚝 好 轻蒸肯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做法 那么怎么蒸 包括在蒸之前 如何挑蚝 如何开蚝都有很多的小商门 如果你想提前获知 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输入生蚝两字 一切详情近在其中 这个蚝真的是太豪横了吧 这个蚝是我近期见到的最肥美的蚝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边最美丽的地方其实是在这儿 里边就是那种你稍微地吸它一下 你就得感觉像是在亲吻这大海一样 最鲜美 咱们说了咬一口爆汁的脆皮生蚝 爆汁的这个地儿就在这儿了 真是 太棒了 这是咱们在芒开生蚝 每只蚝的品质都是非常的好 我的天哪 一只塞一只的肥 而且它的肉质非常爽滑 它的生长周期都是在两年以上 因为在冷水当中 生蚝生长的过程就比较慢 所以说两年这个时间段 再加上冷水蚝 它就是一个非常绝佳 不硬而脆的这种感觉 是这样的 其实今天呢 我来到咱们暖暖 其实我非常的自豪 为什么自豪呢 我可以把我自己家乡的 这个最好的特产 通过暖暖 来跟大家全国人民一起见面 并且呢它的高品质 也让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有信心 我看着您带来的这只生蚝 真是啊 巴掌大的生蚝 然后我这儿还有就是 平时我们从市场呢 像经常能买到的生蚝 你看两者一对比 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咱们这个乳山生蚝 它外壳也很干净看着 对对对 依林一般你理解这个脆皮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状态 首先如果说脆皮的话 它应该是脆炸糊 没错 然后炸肯定是油温要够 不然整个里头它会出汤嘛 没错 口感的话那肯定是外表辛黄酥脆 那里呢它会非常的软嫩 而且鲜美 没错 一般我们去用到脆皮糊 去炸这种特殊的食材的时候 这个食材一定是那种非常焦嫩的 过了它的合适的火候五秒钟 这个食材就可惜了的了 是 所以说我们会调制一个脆皮糊 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让里边的食物也逐步成熟 外边给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这是一种脆皮 那今儿竟然有这么好的豪 咱们把这个脆皮就加一个 咱们做两种不同的脆皮 你就跟我按货就班地做 我保你百分之百 你不会翻车 听您说这百分之百 不能加的一二食材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鸡蛋 有很多的朋友在家里边 去调这个脆皮糊的时候 蛋黄多好 炸出来肯定会更加金黄 那蛋清脱水过程中 它也会让这个脆皮 会变得更加焦焦脆脆 这里边如果按照我们 这个传统的专业酒店 鸡蛋清是可以加的 一定不能加鸡蛋黄 加了鸡蛋黄 它会加速脆皮的软化 就变成软塌塌的了 这里边的一个大坑就在这儿 那如果说不用鸡蛋的话 咱们怎么样把这个 蘸上面包糠呢 你看到了吗 崔兄在那干嘛呢 夏老师 让我完成了 你赶快过来 你赶快过来 太漂亮了 这是您要的生蚝的汁 要不是今天做节目 直接丢一口就干了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脆皮生蚝 它是由内而外的复合鲜 鲜上下鲜 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我们会拿凉水 去开这个脆皮粉浆 今天豪横了 我要拿这个生蚝的原汁 去开这个脆皮粉浆 我前天在海边 但是我这边做法 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真的是 太幸福的感觉了 那这个脆皮糊呢 让它持续长时间的脆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要低温 那我们再把这个矿泉水 加上冰块降温 慢慢地去继续调和 咱们这个脆皮粉浆 在调和的过程当中 您的手法是 就是不要顺着一个时间转 是吗 有长筋 对 脆皮糊大计就是上劲 一定得是咱们左三圈 右三圈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脆皮粉浆 已经逐步地形成了这种 浓酸奶的这种状态 是咱们做这个脆皮生蚝的 一个关键点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 我没说 因为这个生蚝 它自己就带着什么味道 鲜味 还有咸味 没错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家里边去做生蚝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生蚝没有味道 我稍稍地加一些的盐 你多加一丢丢盐 它都属于多 你还哪找满口爆浆的感觉 是呢 其实夏老师 咱们现在这个生蚝呢 我们在海边呢 基本上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但是今天呢 我是不能生吃 然后的话 我就是想跟您学习一下烹饪 把这个不同的做法学到了 然后回去以后做给我的家人吃 太没问题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会烹饪的人真的是特别幸福 因为我在家里每一次做饭 做完饭以后的爷爷奶奶 我的父母都非常开心 他们开心了我也很开心 太好了 锅里边咱们放上葱姜 其实生蚝的话 真的是颜值越高 它的品质就越高 所以来讲它吃得也饱 它就肯定比较肥 而且乳山这片海呢 是属于一类海水水质 非常的干净 所以来讲的话 它有个自然环境非常好 再一个呢是什么呢 它吃得非常饱 为什么吃得饱呢 它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 乳山呢是三面环山 然后一面朝海 所以来讲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森林是大海的恋人 为什么呢 因为乳山呢 它的雨水也是比较充沛的 雨水带着森林里的养料 通过乳山河和黄磊河 两条河流直接就入海了 所以说三面环山 它的养料非常的充足 所以说乳山生蚝 为什么克尔大肥美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它做得好吃得好 所以来讲 就造就了更高品质的乳山生蚝 住得好吃得好 对 我们暖暖大厨 咱们再来一个三好 咱们得做得好 没错 三好生蚝 太好了 好了 可以看到锅里刚才温度 稍微有一点点高 我要重新地降了一下温 把手放到水锅里边能够感受到 它就是比我们体温稍微热一点点 我要用这个温水去让它微微有些收缩 把这身上还有一点点残留的这些棉液 给它去除掉 差不多是30秒左右 看到了吗 还是那种嫩嫩滑滑的感觉 夏老师 如果说这个水温一旦过高 比如说我开水我去烫蚝 我的天哪 你可惜了 我们这么好的乳山生蚝 就你眼前的那个生蚝 都不可以用开水去烫 那就破坏了生蚝本身的鲜肥味道了 你就浪费了一个好食材了 轻轻地一展 咱们的整个的调味过程都结束 咱们有一句经常跟大家分享的话 最好的食物 无需过多的烹调 烹是什么火候的介入 调是味道的拿捏 不需要 让生蚝的鲜肥味道增加更多的香味 这个你认识吗 猪网油吗 它就是 油和熟 平时我们制作什么样的 像这种油炸食材的时候 适合用这个猪网油去包裹呢 你比如说咱们做一些的鱼类的菜肴的时候 那我们就给它补充这个油箱 就用这个网油薄薄地给它包裹上一层 你看我做这个到现在为止难不难 不难 你来做一个 一包 然后一卷 好精致啊 这步过关了 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 在看我们暖暖的这个电视节目的播出的过程中 没有记住这些操作部的打整 那肯定是扫描屏幕下方为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一切详情尽在其中 里边全有 里边全有 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生蠔的做法嘛 您就在我们公众号的对话框 下面输入生蠔二字 一切详情尽在其中 我还想特别想知道 就是在汝山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 几个家常一些的 有什么 就是让你们自己都觉得 我们平常办个席啊 就是您一说这个当地啊 我脑海中当中 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样子 七八岁的时候 就去海边去赶海 撬开来之后呢 直接就吃了 最原汁原味 对 而且呢就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最现实的写照 也代表了一个开心 这也是对家乡的这种 原始的生态的一种自信 对 这个生蠔它对海洋的水质要求 也是极高的 对 你稍微有一点点 不应该有的东西 它就死给你看 是不是 是这样的 卤山呢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然后呢它没有太多的重工业 和大海呢一直保护的都非常好 所以说呢这也是乳山生蠔品质优良的一个原因 乳山生蠔的影响成本非常的高 嗯 它是属于优质高蛋白 然后呢属于低脂肪 很多漂亮的美女要怕影响身材 不敢多吃 完全就是没有必要 可以多吃一些 而且呢它的钙 铁 鑫 以及点非常高 叫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这是真实的 那么这么好的乳山生蠔 好 我们怎么购买呢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进入暖微商城 选购即可 好了 那咱们这个锅里边做成油 也就是四成热的样子 蘸上咱们这个脆皮粉浆 华丽入锅 快速的表面会形成一个膨胀状态 它变得更加的肥美了 这个煎炸时间可是有讲究 差不多是在20秒左右 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初步定型的时候 就把它先捞出来 这样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出手 咱们接下来去挂另外的脆皮 厨房小白也能做 来 小C 小C来了 薄薄的站着一点 把他埋住 这个是咱俩共同完成的一个脆皮金蚝 一个脆皮的生蚝 完美地包裹住了 我的天哪 都快比脸大的 蚝牌了是吧 真的是 这个太棒了 夏老师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告诉您 乳山生蚝 不吃药 不吃饲料 这是乳山生蚝 吃得安息 吃得放心 主要依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 真的是叫天生地 来自大自然的 对的 因为乳山生蚝在海里 它是吃什么呢 吃微生物和藻类 所以说来讲的话 它不需要吃饲料 而且全部都是散养的 那好了 咱们接着开始炸这个脆皮金蚝 保持一个大火状态 下锅时间黄金15秒 看到了生蚝会快速地漂浮在油面上 吃几种悬浮状态的时候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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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听声 酥脆 有 轻轻地切开 肥美生蚝 爆汁同样也有 尝了这个 你听这声 好吃 这个醉形油 和它嫩 结合在一起 大到好处 好 好 那咱们继续地准备 脆皮生蚝 最后15秒冲刺 直接回到锅里边 咱们保持一个高油温的煎炸 学习到了 我真的特别自豪 能够把乳山生蚝在这里面向全国 给大家去介绍 我特别特别地自豪 而且特别开心 为什么乳山生蚝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高 还有一点大家不太清楚 乳山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什么呢 叫做长寿之香 长寿之香 对 大乳山那个叫银滩 对 沙如汁 这个沙子的细腻程度 就像是猪的油汁一样细腻 对 那真的是好地方 乳山是北纬37度黄金海岸 属于暖温带海洋性气候 它气候是非常宜人的 是 所以来讲好的环境 好的水 好的食物 然后造就了这么多百岁的老人 但还是比较健康 所以说这么好山好水好环境 自然就孕育出来了 我家乡的乳山生蚝